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1月31日夜间 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又吃瘪了 舰队边内的一艘12411型闪电导弹舰 弦号为954的伊万诺维茨号 在克里米亚半岛西部 靠近多努兹拉夫湖的黑海海域 遭到乌军第13水下特战中心的 自杀式无人艇的狼群式攻击 据称 乌军前后动用了12艘无人攻击艇 其中有6艘命中成功 让伊万诺维茨号导弹舰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爆炸结束后 可以发现这艘导弹舰从舰体中部 直接断成了两截 很快就沉入了海底 伊万诺维茨号遭到袭击的具体位置 似乎就在靠近海岸的 多努兹拉夫湖的入海口外附近位置 遭到袭击时 本舰似乎处于毛泊状态 主机不在航 按照海军水面舰艇 在高威胁海域下毛亭泊的相关规定 只要舰艇下毛 必须布设防雷网 所谓的防雷网 就是整面由钢索制成的网联 下端有毛钉 上端有浮球 可以将整张网固定在水中 防潜网的作用 既可以防止水下潜艇的战雷攻击 还可以防止挖人的渗透 当然 也可以用来防止这些来去无踪的无人艇的攻击 毕竟 如果无人艇要攻击的话 首先就会缠在防雷网上 很快就会被本舰发现了 但是 亿万诺维茨号几乎什么都没做 没有布置防雷网 没有启动主机 甚至连像样的规避动作都没有 想来 这船毛泊甚至漂泊在海上之后 觉得自己离塞瓦斯托波尔挺远 应该不会被乌克兰军队盯上 就什么都没做 舰上甚至连个瞭望哨都没有布设 说不定连战备状态都没有进入 全舰还是处于半闲休息的状态 但是 北约的预警机可是盯着你呢 结果该船果不其然的变成了 乌克兰无人艇 集火攻击的目标 当然了 一些大型战舰所需要的防雷网面积比较大 即使是小型导弹舰 舰上也不一定有空间来放置防潜网 再比如舰艇处于漂泊状态下 舰艇本身行位不固定 防潜网自然也难以发挥作用 此时就需要其他一些警戒手段了 比如关闭了远方警戒雷达之后 把搜索水面目标的快反雷达 还有诸如光电探测系统给打开 安排望员上舰桥指手 紧紧盯住两侧舰弦 同时 舰壳声纳转入被动手听模式 看水中有没有异常响动 如喷水式推进器或螺旋桨噪音 但是从俄罗斯海军这艘12411型小型导弹舰的性能来看 这可以说是一艘性能十分特化的舰艇 主要承担的是打击水面目标的任务 为此全舰大多数船电系统都是为了打击水面目标而设计的 如在5倍系统上 全舰没有反潜武器 全舰没有配备舰壳声纳 没有配备低空快反雷达 没有配备光电探测系统等 这意味着 该舰在面对自杀式无人艇 这种半潜高速小型目标时 在态势感之上天然存在缺陷 遭到无人艇的攻击 从技术上说就不意外 俄罗斯海军用它的全舰静墨 帮助我们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 也昭示出此类使用星链设备遥控 具备一定自航能力 可以长距离自主行动 半潜行动的自杀式无人艇 强劲的作战能力 美军军舰就屡次被这种又小又便宜的舰艇击伤 就在1月4日 一艘从湖赛武装控制的野门地区发射的武装无人艇 在红海行驶到距离美国海军和商船 几英里处被引爆 美军无人舰艇最早的海外部署应用是在波斯湾 为的就是对付伊朗和胡塞武装的无人艇和运输船 伊朗曾多次在波斯湾缴获过这类小型无人艇 而面对中国海军不断增强的实力 从2018年起 美国海军开始大规模应用无人舰艇 第七舰队的两艘无人水面舰艇尤其兵号和水手号 已于近日部署在日本横须赫海军基地 这些中型无人舰艇可搭载集装箱化的武器系统 比如鱼叉或者NSM反舰导弹系统执行反舰作战任务 简单的说 美军是要把针对伊朗招数的加强板用到解放军身上了 按照美国海军的设想 这类无人艇的相对成本较低 能够被部署到解放军东风快递的打击范围内 执行高风险任务 使载人舰艇远离战区 在南海和东海水域 美军未来有可能使用中大型无人艇 对我方进行挑衅活动 比如执行所谓的自由航行任务 在遇到中方派出的舰船驱离时 美方的有人舰艇很可能会进行躲避 然而无人艇则可能毫无反应 导致中方做出过激的行为 无人艇最大的优势 是能够一天24小时执行任务 如果我方使用有人舰艇应对 此可能会让艇上人员过于疲惫 因此我国最好的应对方法之一 就是使用无人舰艇来反无人舰艇 前些年网上风靡一段视频 视频的拍摄者为云州智能无人艇企业 该企业组织了56艘无人小艇 在南海万山群岛海域展开了名为 多艇协同的战术演练 这56艘小艇或整齐划一的前行 忽而左右穿插 又或成不规则区位不属 最为震撼的是 56艘无人艇竟然编组成为一艘航空母舰模样 其中还令一艘小艇模拟歼15 划过模拟的飞行甲板 进而升空的精彩动作 整段视频中 无人艇在提前编程的操控下 一切动作可以用行云流水来形容 有懂无人控制技术的军迷推断 此次无人艇的控制采用了风群算法 这次试验的圆满成功 证明了我国已经充分掌握了 无人艇编队的作战的精髓 我国国产的小型隐身JARI-USV无人作战艇 吨位仅有20吨 却搭载了四面向风阵雷达 同时还搭载了八个小型的通用的垂发单元 不仅能够搭载进程防空导弹和小型反舰导弹 还能够携带反潜鱼雷 可以说就这么一艘小艇具备了一定的防空反潜反舰能力 这类的小艇非常适合执行近海的反潜作战 情报侦察和海上巡逻等任务 和22型导弹艇侧重近海防御不同 由于我国近些年来大型两栖运输舰艇的数量增多 可被其运输的JARI-USV无人作战艇 也具备了一定的远海进攻能力 我国还有更大吨位的隐身无人作战舰艇 排水量有200吨 具备搭载先进相控阵雷达的能力 可以改装搭载更大口径的垂发单元 甚至可以列装解放军主流的超音速反舰导弹 防空导弹等 进行狼群作战时 具有威胁敌方大型舰队的能力 战时数十艘隐身无人作战舰艇 可以搭载数百发导弹 对敌方舰队进行饱和打击 至于舰艇远程侦察和制导的能力 可能是舰艇通过垂发发射无人机的方式 或者是其他有军飞行单位 卫星制导的方式进行 这些无人小艇简直就是中东一带 海军弱国的抚音 20世纪90年代 伊朗从中国采购了10艘 长约38米的沪东级导弹艇 装备了C-802反舰巡航导弹 2000年底 伊朗又从中国采购了C-14级双体导弹艇 长14米 装备了进程反舰巡航导弹 和一座火箭发射器 2006年 伊朗又从中国接收了长13.5米 可以携带反舰巡航导弹和鱼雷的 MK-13级巡逻艇 另外 伊朗还自行设计建造了 大量的海岸巡逻艇和导弹艇 小艇长7米左右 主要采用玻璃纤维结构 最高航速可达45节 可装载大批炸药 一旦触发 可重创大型舰船 如果让伊朗或是胡塞武装 获得了我们的这些无人舰艇 没事就在红海各个角落 来几次越舰式 密密麻麻的无人艇 目标较小 速度也快 很容易就钻进 美国人的舰炮死角里 到时候 美国才会感到无比头疼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